王姓男子一个人在台北东区逛街 本来坐在路边的嫌犯 却突然从后方冲上去 然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王姓男子吓傻 紧紧护着头试图闪避 结果对方抢过包包雨伞 用力砸他后 又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 王姓男子额头被打伤 连被对方抢走的雨伞都被打到歪掉 他留在现场报警 没想到却等来更失望的消息 事发地点在台北东区 二十六号下午六点多 嫌犯从后方追上王姓男子 并且动手攻击 造成他额头身体多处擦伤 但两人根本不认识 王姓男子不明白为何被打 后续也控诉警方报案了 却没有任何远警到场处理 依照SOP民众报案之后 辖区警方都会派人力前往处理 男子当街被打 却没有一个远警到场 顿南所长还有值班台远警 将被继申接一支 后续警方也扩大调阅监视器 掌握险犯身份 进行侦办 进行为刘佩怡阿公雅麦采访报导